今天天气特别好 我们去破铜烂铁集市 这个破铜烂铁集市不是我说的 是官网上这么写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集市里都有什么好玩的 卖进门先买了一个陶土的小铃铛 传统工艺做的日本女娃娃品箱非常好 毫不犹豫的拿下了 这个我开始不知道是什么 还有电脑跟我说是唱起还挺好看的 本来这个瓶子不是感觉是有点一般 它搁上这个感觉甚至会好一点 这还是他们是大众学期的 你看这都是手绘的 你看现在都是印刷和色质 然后底下还穿在名画北昏这个地方 我看就好像是皮肌 时间是保存的特别好 厚铜烂铁集 所以跟平时的红发集市比起来就有一点好处 就是规模小 都能转得过来 每个摊都细细的逛 逛完一个摊再继续逛另一个摊 这个吧 从这边开始逛 前香这个是打开盖 这以前放钱的 它说是防气层了吗 这边也有可能 它说是金库 这个箱子的五斤件是铜的很精细 就是锁不太好用 遇见熟人了 这位老大爷就是上次给我讲他们家有好多农田的那位老大爷 这个杯子在日本特别珍贵的 价格两万元 这种粗糙厚实带气泡的老玻璃杯 一直特别喜欢 但因为太贵了 一直没舍得买过 那是一个杯子 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 这也好 这是老太太 这对老夫妇是高沙夫妇 在日本有祝福新人白头偕老的美好寓意 在这个摊买了其他很多东西 很喜欢这个漂亮娃娃 太贵了 合个影算 我们下期见 我都在衣服上談 緊張 我都在衣服上買的 在那裡有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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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餐 在那裡有餐,有餐,有餐 那是餐,有餐 那是餐,有餐 原來這是釣魚 这家艺术家的又出摊了 他们家东西特别好看 就是没什么用的 不太容易卖掉 挺好看的 底下还有一个不太好看 底下那个 你看底下都做得挺好的 对 装酒的 对 还有肥料吃料 对 好 铁鱼通物的鱼 中文字幕 李宗盛 tree LLC是座王昆令 是山寶地的商品 这叫山寶地赛 是蘏福寺 是蘏福寺 在奈娜 呐呐 呐呐 欣服寺在那个耐凉 嗯 珍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 你看那时候还是繁体的 嗯 这应该 五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 还能换组体的 这就是中国的 对 以前咱们国家做这种技术特别的 对 嗯 每天都有 不要多好看 比现在的好看多 嗯 这个白蛇神现在出没在各个集市里 上一个集市我们就看到过了 当时打开门大家都可以摸它 没毛病吧 没毛病吧 没有毛病 真像噢 很想看看这个多少钱 正大蜆狗 这个扎看起来真是特别不起眼 店主说能用 回家以后一试 真不错 吃大口 店主做参与 店主说 人工是非常饵 店主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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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 垂肪 好吃 好吃 買了一盒小白魚乾 回家做山椒小魚茶泡飯 這是我第二天用小魚乾做的茶泡飯 很可惡 这是一趟娃娃屋 其实我特小娃娃屋 你感觉这个做功能要那么好 是吧 这以前买过一个这样的纱 当窗帘时 之前在这摊买过 你记得吗 这点真好看 这是什么 这是飾店 在这里 这是飾店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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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酒杯子你还在哪 嗯 这里有点好 一共三个 然后 这也是完美的 剩下都有点小坛 都是桌子啊 这桌子下边的楼是吧 哦 这样的 这是放在下边的 不知道 核石里边的什么东西 这个多好看啊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是背炉 但是这个背炉 老的 但是这背后怎么搁进去 它是挺大的 哦 它底下可能是一个地 就是说地下挖的洞的那种 底下生的炭火的那种 应该有 这是老的 差不多要走了 要走了 要走 要走 又看见好多的东西 可惜坏得太厉害了 这是 嗯 这是 烧粉 嗯 那我拍照 这个更甜 樱花树皮做的产业盒 但是比较新 就没有药 这个集市 开的早 收的也早 2点多钟 大家都收摊了 我们也回去了 我们10号见 这个市场虽小 淘的货挺多的 大家可能都看不清楚 过两天 别忘了看我的淘货分享 会有详细的介绍